15号下午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影片说 飞行员第一次近距离俯瞰澎湖 想表达的是军队可以轻易逼近台湾 对此国防部回应是假象 有空军高层判断只要能见度好 在台海中线一带的高空 就能清楚看见澎湖 如果再透过相机的长镜头 可以营造近迫感误导民众 共机靠近澎湖 对此大陆军事专家反击 说都拍到了台湾海岸线 并非是相机能营造的假象 批评台军是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 短视频来看的话 大概是我相信有十海里左右的距离 基本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相信台湾的空法还是有的 不会是大拉拉的让敌机或共军 在我们的近海或领海范围内来 这么样的飞行 前飞官表示如果影片是真的 共机的确是跨越了海峡中线 针对台海危机 总统蔡英文8月1号 在接受日本自民党月刊专访时提到 台海局势十分紧张 台海具备守护区域和平的责任与义务 台湾的民主自由如果被击倒 区域各国都会受到深远的影响 强调针对美方每次公然挑衅 中方必须做出必要正当反应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大陆外长王毅15号视讯会见来访时节时 重申中方对台立场 对于中共再次借美国官员来访刻意对台挑衅 陆委会表达强烈抗议 并强调台湾和国际社会不会趋于威胁 TVBS新闻张志明林明珍综合报导